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人哥看新聞 我是公益頻道的執行長 謝仲南 六港國家歷史風景區 這個大價位 中華政府 憲主席 全力來推動 但是大家都會問說 開始在去嗎 現在的答案是已經開始了 在我們六朝路邊 這個有我們六港米的 有國際性的 有這個藝術感 還有很成功的一個新的學校 讓做陸江國民中小學 現在開始正式的重工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段 那時候開工的新聞下面 張華縣陸江國民中小學 21日上午舉行 第一期工程電機動土典禮 中央核定三億元的投資 預計108年中旬全部竣工 期望能打造特色學校 陸江國民中小學 今天三億元的建校經費 都是我們透過陸港國家歷史風景區 六年六十億這樣的一個經費的一部分 那我們這所學校 將來是一個雙語的學校 我們也要負責來永續傳承 我們陸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一些雕刻才藝 歷史文化還有蓄取歌藝的一個保存 所以這個學校是一個特色的學校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我們彰化縣的大家長 魏明谷縣長 跟中央爭取將近三億多 要來興建這個學校 那這個學校要在這邊跟所有陸港鄉親報告 其實這個學校不是要跟別的學校相處學生 它最主要是陸港現在 是要成為國家歷史風景區 那未來陸港有很多的特色 包括工藝 包括一些文創 包括陸港的一些典故 就是要在這邊來教育我們下一代 陸江國民中小學校地面積約六點五公頃 配合陸港國家歷史風景區的爭取設立 以及江濱工業區的發展 和本地海洋商港豐富的陸海地貌生態 歷史人文脈絡 在陸港復興都市計畫區內的文中二 及文小寺預定地設立 所以在這個新學校 我們要發展雙語學程 我們要規劃國際交易 作為我們的校本課程 我們要營造智慧科技行動學習 和世界接軌的互動校園 我們要結合陸港在地的文史 涵養學生在地化全球化的胸襟 培養學生國際移動力 跟全球的競爭力 陸江國民中小學 以在地文化特色為基礎 發展雙語教育 促進國際交流為特色 形塑科技智慧校園 融合陸港人文藝術精髓 推廣傳統工藝 武術及戲曲 強健體魄技能 展現海洋民族風格 呈現陸港人文美學 科技美學 運動美學 生態美學的 品格健康火力新校園 工藝頻道 林君明陸港採訪報導 陸江國民中小學 這個地 是在民國七十八年 就來蒸修完成了 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 自到差不多兩年前 我們競法管清府 決心把六港 打造成這個 國家歷史風景區了 發覺說 它一定的 有很多人潮 居民 另外 就是說 我們 管政府 有在發展 離岸風力發電 這個三業 如果在六港這裡 成為一個聚落的時候 這樣到時候 我們六港地區 尤其 在我們六港 比較新的這個所在這裡 一定有需要 一間 有代表性的這個學校 這樣才有辦法 跟我們六港 國家歷史風景區 來把它串聯起來 這個 陸江 國民中小學 就是在這樣 情風下 我們管政府 一直很認真 跟中央政府 來掙出經費 九個部 這個大學 要來幫我們補助 經費 有這兩級 總共的經費有三億 要把它蓋下去 現在 這個事情 已經成功了 也開始要蓋了 30年來 這個問題 終勝 有一個改革 這個陸江國民中小學 到底是蓋在那裡 我現在 有一個桌 給大家看看 這是Google的桌 它 剛好 在我們的六超路邊 它比較南平 這邊 這裡 跟這個 陸江的生態修選公園 相隔壁 另外 比較東南平這邊 這裡 就是我們的保倫理 更換到六個路 它這個地方 離我們的 中兵工業區 或是說 我們的 中華肥港 都非常緊張 這個地區 尤其在我們保倫理這邊 這裡 現在去很多新的家 後來 這個六港 如果發展起來 這裡 住的人 一定的很多 一定的很多時候 就有需要 來蓋這個 下方 這個下方 要怎麼蓋 這裡有六港米 我現在 有一段 模擬的影片 還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請導播 來看 現在看就是這樣 它 就像一個公圈這樣 我們六港人 都是很烈情 所以 我們這個好門 就把它做好 這樣 開看 來 歡迎 來我們這個下方 的人 現在 來到我們這裡 是這個生活廣場 學生 可以使用 另外 來到這邊 做 集會廣場 其實就是我們的操場 操場 操場 的部分 它的設計 也很人性化 不只是 只能做機會來使用 你也可以來這裡 做一些表演的話題 讓大家 可以分享 再來 順著這個 糟籠 現在這樣走下去 你看看 我們六港 很久屈向 因為到的三峰 所以這樣 感覺到 九彎十八岩 那個 長大的 相當 那個感覺 很有六港米 所以 這個建築文 它把它引用 這個東西進來 再來 我們六港人 大的家 很重 是那個 鍋 不管是三合院 四合院 都有這個鍋 所以 我們也把鍋的概念 把它引進來 變成一個 學生的 這個活動的中庭 這邊 就是一個 持叛 持叛 這裡有很多 綠地 這個景觀 非常的漂亮 再來 挖到我們這個 有特色 這個 閱讀教室 這個閱讀教室 它的起形 就是像我們六港 的透天主 那種 很重 它這個天際線 那個概念 到外面 這個 祖連的環境 因為落地窗來接觸 這樣感覺起來 非常的祖連 我過來這邊 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這都門 就是說 在學生 如果沒有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 讓民眾 從這都門 進來 適用到這間 閱讀教室 增加 我們的社區 跟我們學家 互動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閱讀教室 你看看 它有六間到大 首先看到 就是這個電腦教室 再來這邊 就是這個語言中心 年後 這個地方 也可以來做一些 成果的發表 但是 既然是一個閱讀教室 其實就是一個 讀書館 最重要的就是 讀書的環境 你看看 我們現在把它設計 大家讀書 不適用的乾料 而且 可以透過這些 落地窗 看到外面 這麼漂亮的境 不覺得 你讀書 像冬的一個 什麼地方在讀書 離開 這個閱讀教室 我們出來看 它就是 會看到一大片 這個 落語松 的這個 環境 這個環境 感覺起來 就有 很有我們的六間味 也很像一個 公園 這個 有它的藝術性 國際性 都是一流的 現在 我們的民眾 都會成功 去一間 新的學校 那學校就是 學生 跟老師在修養 我什麼在台 其實 我們剛才有說 像 他這個 讀書館 閱讀式 閱讀教室 為什麼要開那道門 他就是 希望 我們的民眾 可以來修養 這個學校 他 現在 管政府也決定說 如果平常 沒有在上課的時間 學生 沒有在上課的時間 我們 附近的 社區的民眾 大家 都可以在這裡 運動 休閒 散步 這樣 變成說 我們的民眾 都會 來得到 一個 新的 公圈 一般的 學校 來修養 我們現在 有在看 就是 六港 國家歷史 風景區 它 就是要重塑 我們六港 古早的行 是什麼行 讓人 可以回想起來 所以 它 有很多 價位進行 包括 做六港 的再生 包括 南門府 的計畫 包括 一些交通 中動線 改選 我們 這個 鹿江 國民中小學 它 它 剛才看 它就是 很有六港 也很有 國際法 的一個 像藝術作品的 公圈一般的地方 在我們 六港 這個 中華魚港 這個地方 它 後來 會變成 我們 中華 在發展 這個 綠能 尤其離岸 風力發電 這個地方 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 雲為港 所以 後來 我們中華 的外海 要採 一千基 的 鳳基 它這些 所有的產業 一定的 資金 選在我們 中華魚港 附近 來接種 那在那個附近 來接種 經濟經驗 差不多有 兩萬的靈靠 會進來 到那個地方 那如果有 兩萬的人 進來 到那個地方 的時候 這樣 那個時候 我們入江 國民中小學 這個 教育的需求 一定 非常的需要 再來 就是說 我們六港 一年 差不多有 五班 的 孩子 一國中 是來到中華 台中 甚至各樣的地方 去討 這樣 每天在通勤 藏武 就要一小時 到兩小時 這對一個 生長的 孩子來說 是非常 不方便 還會影響到 他的健康 我們現在 在打造 這個陸江 國民中小學 就是希望用 雙語教學 來把我們六港 傳統的記憶 也能在這個學 來傳授 這樣 如果做下去 之後 我們在地的孩子 就可以 借金來 讀書 不必 每天在奔波 陸江國民中小學 是我們六港 國家 歷史 風景福 這個大學 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第一項 工程 因為這個學校 如果開起來之後 它可以 呼應到 我們這個 國家 歷史 風景福 它經過的樣貌 另外 我們 中華 管政府 在這30年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這1、2年 管政府 認真來解決 相信 這個學校 如果開起來之後 我們六港的民眾 有增加到 就像一個新的工夫 一間新的道書館 一個新的 好的地方 今天 六港 陸江 國民中小學 攤不好 就在這裡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週 再會